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今天要为各位查考的经文是提摩太后书一章的第八到第九节 题目是为福音同受苦难 提摩太后书一章第八节 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 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求的为耻 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 神救了我们,以圣招招我们 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祂的旨意和恩典 这恩典是万古以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 各位弟兄姐妹,你们是否羡慕提摩太在教会里有保罗这样的父兄来提息 按手得了恩赐和能力,年纪轻轻就当上了以佛所教会的领袖 如果唯有这样的父兄在教会就好了 但是看到保罗在第八节的后面对提摩太的邀约 要提摩太与他为福音同受苦难 又感到十分沉重了 不是吗? 其实任何人之所以信主能够得救 都是主以圣招招了我们 如果又更进一步说为主做工的工人 在福音的事工上有份 那么更是蒙了主的进一步的圣招 第九节也说这样的圣招 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 乃是按他的执意和恩典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被招成为工人并非是因为我们自己做得好 或是我们自愿为主做什么事量 有的人甚至想说 在这样的事情当中建立起自己的职业生来 可以借此牟利 因此努力地想在事工当中有份 但是神招我们不看这些事情 乃是按照他自己的执意 我们既然受了这恩典 是在他的执意当中 那么我们的处境就算在世人眼中看为羞辱 例如保罗几次被捕下狱 一定有好事的人会说 看看那个人 一定是不做什么好事才会被抓的 他传的那个耶稣也是骗人的吧 要不然官府怎么会这样子带他呢 就算没有被抓捕的弟兄姐妹去传福音 也有人会讥笑说 你看看那些没有学问的人 穿的又是下沉社会人的衣服 讲什么死人复活的事 又说世界上除了一位神 没有其他的神 我们在雅典这么多神 这么多人来拜 哪一个人不比他们更体面 更有学问呢 是的 我们有的时候传福音是要为主受辱的 就算是在如今 有人说我们信耶稣是迷信 现在已经21世纪了 科技这么发达 世界上的事 人类没有一件不知道的 怎么会有人还去信那明明看不见的神 自己的前路不靠自己去掌握 还要倚靠那看不见的耶稣 是的 这种事总是会有的 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有人嘲笑就闭口不言 许多人就陷在这种矛盾当中 你问他们信耶稣是不是真的 他们会告诉你 是真的是真的 但是看他们有机会却又不传福音 就问他们为什么 回答就是说 因为怕人笑或是怕人嘴上虽然不说 但是在心里却轻看他们 这样就是以为主做见证为耻了 看到有的弟兄或姐妹 为主传福音抛头露面 十分辛苦 在某些地方还被人驱赶 就觉得十分丢脸 不愿意相认 那这个就是以那位弟兄为耻了 就好像保罗担心提摩泰 会以为他是被求的 就以为羞辱那样 主为了我们从天上来到地上 三十多年来 非但没有受什么好的享受 最后传到那三年半更是辛苦 忍受了多少的嘲笑和轻看 他如今拆遣我们去传福音 并非是命令我们去为他做些什么 乃是要我们按照所赐给我们的能力大小 和他一同去分担传福音的工作 并且为他一起为福音同受苦难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愿上帝赐福给你们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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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